算是蔡家水蜜桃 蔡家水蜜桃在問說 因為落葉果樹煮筆頭的休眠狀態 要讓它咬肥嗎? 包括12、17、23 休眠肥沾對煮筆頭的使用時間 等式三號使用時間 我們在操作這個落葉果樹 就是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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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吧 我就去種這個蜜蜂頭 這完全厲害 這個東西在觀購的時候 滷葉果樹他在這個溼肥裡面 基本上我們是在他休眠 他現在剛好在萌芽開發的改動 如果是說開始差不多時間差不多到 在要問洞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他去一點點肥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 一般來說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通常在這個休眠期就是10月 10月到11月這個時間開始滷葉 所以10月底這家家你就要 一般來說10月底這家家 無論海拔多貫 因為海拔比較低會不會滷葉 海拔比較貫有可能容易滷葉 如果要滷葉 你一定要跟 沒有滷葉你也要讓他滷葉 這是一個和他的休眠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讓他先休眠 所以11月到12月這個時間都不要去燃燈 就不要去動他 就是說他該怎麼就該怎麼 該 該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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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心 這顆蟲 這顆蟲的這個風遞 在這個時間裡面 煎之後我們就是先煎 這顆蟲 這顆蟲一定要把它處理好 因為他 都會去冬天 他會生軟以外 他還會自己 把自己那種在冬眠 那種感覺 所以 這個就是說利用 他沒什麼燃燈 這種煎 他沒什麼燃燈 我們在煎油效果很好 所以 糖油 再來還沒要害 所以糖油燙燙燙 你用這種控物油 煎燙燙的 有些切碎 什麼 這樣把它處理 你的煎 這樣起來洗澡 一些這個病 就可以給他控制住 所以這大概是 我們是 這個時間是比較重要 是這樣 開始要下肥 其實在1月下旬 平地應該是可以下肥 差不多都在開肥 所以 一般如果是說 開始有在 你有看到他 從後來 在扶燙 壓壓 開始在要開肥 那時候可以下肥 這在 這個 肚子底的時候可以 所以如果是休眠期 不用他燃燙 也不用他吃肥 也不用他什麼樣 都不用他在肚子底 都在肚子底 在發芽 在問洞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在問洞的時候 我們肥膚 可以在這個時間 他要給他吃 這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做準備 所以大概 我們一個操縱的完結 就是說 這個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盡量可以在休閩的時候 他在睡覺 你就讓他睡覺 不要亂 簡單說 就是讓他 稍微給他 有一點點休息 這個 肉葉果樹的一個休眠 對到他來年的開肥 對到他的花芽分化 這是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時間 當然現在來已經都差不多了 當然你如果海報比較高 差不多要醒過來 這時候可以下一個肥 給他 比如說 我們在 這時候要下肥 差不多要做 如果剛開始在補印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 給他 蓋蓋 這樣 這差不多在這個時間 當然他如果補印起來 我們就開始下肥 這差不多是這個 所以這在 他如果是休眠的時候 不用讓他吃肥 就給他休息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重點 再來就是說這個十號 我們跟十七號 還是說二十三號 這效品 相對在 我們水味道在用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收割的時候 小果 並說開肥前 你都可以用二十三號 開肥這段時間 因為他那個鈣味很快 然後又有加肥 然後他又是平均平均這樣 所以你會可以動作平均肥來用 算你不用去用什麼四十三號 二十二十一種 這個鈣味很高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作用 因為你會用榮林菌 所以你不用再去用這種東西 你用這個 稍微補一下 二十三號 看肥膏要用 還是說肥皂 一般我是比較建議 那是說 那時候開始有肥皂 有在結果 我們當然是用肥皂 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他剛才肥皂比較細 所以我們 一般這種 雞腸兩邊 但是我們不用多 所以這二十三號通常 是在柚國這個開肥皂 跟 其實開肥皂 對 養肥皂 管理鎖在平均的 你如果說有在用平均的管理鎖在肚膏 現在開肥皂 在柚國那段時間 如果剛才太冷太大 這種天氣更容易 缺蓋大房子更嚴重 我們做平坦海風 你一定要用二十三號 柚國那段時間 柚國 要不然生理落國的時候 盡量我們可以勞掛 所以 用二十三號去補蓋補美 這樣起來 就不容易 十二號 大概在什麼時候 中國的後期 中國那段時間過 已經有 折袋都要 我們都包包到差不多 要讓它長大 這樣 吃肥就給它多一點 但是其實對吃的需求量盡管 好 這種對韓代來說 對韓代 這個 頭子算是 這個 happy fruit 就是說它有一種 我們熱帶的 happy fruit 這個 吃了會快樂的 如果是 看人家穿來 這個地方是頭子 所以你看看 這個 孫悟空吃盤桃料 會嘻笑 其實那不是 那個也是有一點點 他的 過程 這確實是因為那個吃會比較高 吃了人的心情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 荷仔類 本身對這個 吃肥需求量其實是蠻高的 但是我們不能一直一開始就